再一个主任再问您的问题 就是吃上胶牙药是不是就有成瘾性 以后就不能不吃了 就是吃上就必须吃一杯子 成瘾是自己的一种感觉 我不吃我就难受 这叫成瘾 对吧 胶牙药它没有成瘾 它只是说胶牙药吃了以后 为什么是让它持续吃呢 是为了持续的血压控制 那你停了药也可以 不会停了药身上难受 而是停了药以后你血压增高你不舒服 你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 因为你血压高了 对吧 所以吃胶牙药以后 有些药从一个脂量 逐渐减到一个半量再停药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但是你从一个两片的药突然不吃了 那这时候血压会突然增高 而产生了这种头痛乏力不舒服的感觉 就很明显 就很明显 所以不是成瘾 而是你耐受不耐受 而是你该不该吃药的问题 而是你能不能停 你是不是逐渐停 该停 对 是的 主任谢谢您 大家都知道您是咱高血压领域最棒的专家 希望呢 更多的朋友 想听靠谱的高霞的知识 也可以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 搜索孙宁灵医生 孙悟空的孙宁静的宁 灵呢是一个王一个令 而且呢有些朋友找孙大夫看病的话呢 可以在周一下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预约孙主任的号 孙主任谢谢您 好谢谢 谢谢